香港队迎战东亚搬岸围赛最后一场友谊赛 今天会在旺角大球场进行 我们的对手就是世界排名比香港低的新加坡队 他们之前交战了23次 香港就赢11次 6次和6次输 成绩相当不错 那究竟香港可否保持这个佳积 我们马上带你去看 上个月香港队在主场赢了柬埔寨 刚刚的作客击败了 这一支是东南亚国家 今次反对主场对新加坡 以2016年来说 香港队的成绩不算特别好标轻 这场比赛之前 打了5场比赛就两胜一和两苦 但对手的新加坡在今年的情况更加不济 之前八场比赛 即是赢了两场而已 香港队绝对希望 透过这一场对新加坡的热身赛 他能够为未来十一月份的东亚足球錦标赛 做好准备 所以这场球对于球员也好 甚至于教练的Kim Sir 我觉得他们也挺紧张 这场球的见果 是在阵容方面 他作出一些改变 新的尝试 包括现在会拿球的李康廉 今天打了一个左闸 可以说是他足球生涯当中的 就是几新的尝试 他和郑景浩打了两边的闸 终结了用上了法图斯 以及艾利奥一队 是前公民的球员 龙门当仍继续的队长叶蓬辉 开球组统 看到新加坡那种鱼狼似虎的气势 迫来迫,也迫到香港的后组有点错乱 加上他们的死球战术 很多时候都制造到混乱 这球球虽然斬得不一样 但队友看到他们的卡希辛 一拿转身一射都会吓你一跳 可惜球不中拢 以东南亚的国家来说 新加坡的身形算是不错 今天组统希望利用他们的身形 简单、直接的手榴弹战术 希望能够迫到混乱 刚才卡希辛没办法得逞 这次亦都在他里面 制造了射门出来 最终是夏里斯射球 刚刚赏进了回防的新组 其实真的是上半场 香港队面对新加坡 一些死球战术和压力的打法 其实一度都叫做受压 好在球员也叫做前仆后继 成功化解了对方有威胁的埋满 选定后 香港队开始看到他们 制造一些叫做攻势 不过高凡这下似乎心急了 这些球距离三十多马 五马一脚都照射 很自然射到天后秒 长城有捕入的高凡 和新组这场比赛 一样是正选 高凡继续在偏左的位置 新组在中间 至于右手边也有徐德瑞 中场亦配合还有亚力士 和林家伟 王阳在这里 差不多4-3-3的阵子 至于新加坡方面 这场比赛用了很多的年轻人 包括刚刚顶波 好,名将之后的芬迪 打正中锋的位置 这一球也有一个 投锤攻援的机会 但顶得比较软弱 看看整个进攻过程 转方向向右手边 其实看到无论是芬迪 和另一位攻击球员侯塞恩 也有准备做一些互动 只不过我最后的球 顶得不一样 接着看到中场截击 香港队取回一个进攻机会 新组指手挖脚 其实是等候上过来的 这边的徐德水 大学的球队斩得不一样 但是斩得不一样 不要紧 李汉原即是第一时间 把球队设回来 给林家伟 家伟理下转身 其实也快 可惜球队设得不太硬 也没什么角度 被对方援将马布特 是接近的 香港队两边的侧击 有条件可以做得更加理想 既有徐德水、高帆 也有康廉 陈景浩等等去到参与 或者是新组 这场赛者算是夺得厚一点 第一个就是车全卖出来 这个机会也不错 当时卖出来中间 亦有一艘艾力士 希望涉及去找机会 对方盘胀的马布特 出得来也很快 及时花卿为疑 但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景浩 对新加坡后方来说 对方的斜船 还有直线质下来也挺有威严 其实这个上半场 慢慢慢慢在中后段 看到香港队的威力 产生出来的 像高帆那样 在左路的侧击 效果越来越明显 只不过刚刚这球 从高而下 可能的灯光 都影响了徐德水 最后的脚球 就处理得他一样 可以看到徐德水这场比赛 也挺活跃 左右两边都看到他 右手边当然也有郑景浩 来帮他手 或者这个球 可惜右脚向他 就不太硬 但是开始 其实在上半场的中队 香港队开始慢慢地稳定 多了一些组织 敢于去到做攻势 对方踢上来 亦亦亦亦发图斯 所以王阳金还在防中 打得非常清静 做了很多难战的功夫 而这个球亦有他 被林家伟 再长传来 让艾力士转身入禁区 射入 家伟固然放得漂亮 而艾力士转身入涉的把握 亦做得不错 简单直接的中央突破 当然这个球 对方的一对中坚 卡希辛和班纳 也确实有大意义 到底是,分工出现了问题 哪个包抄、哪个追求人 当时似乎有点混乱 两个都不刻意追求 只顧着看球 结果就是这样 让艾力士可以入涉 当然这球球 家伟一拿球 已经看到艾力士走位 当然是这样比 新加坡成绩不一样 今年对着越南 以至巴林等的对手都输 刚才在看台上也看到 刚刚代表了香港 是港澳浮制赛的陈俊乐 以及大部方面的教头 李志堅坚持 这场比赛吸引到很多 球圈人士来捧场 Kim Sir当然更加紧张 因为下个月 就是东亚足球錶标赛 杀到埋身了 介绍会对着关岛、中华、台北 以及朝鲜 对手实力的强滑 这场比赛作为最后的避战 自不然要犯我欲劲 那场比赛出来了 香港队继续比较能控制局面 新加坡也作出一些改变 高波进闸 艾利奥顶出来不算太远 班达这位就是英国入籍的球员 来吸一吸 再仰放下去底线 但过不了郑景浩 便确出来了 香港队继续比赛 没错了 香港队的防守都够捉住 抄祸 中华出来了 夏里斯 接着这边 弄了一大轮 也是夏里斯 这位队长也踢了 又是VT 他刺到来 幸好博徒斯也到 最后这个球最重要 就是刺到的时间 中华刺到夏里斯的弹花肋底线 所以是香港队继续比赛 这球球看到了 夏里斯出其不意 突然加速爆入中间 法徒斯 幸好包起来 不够快 否刺到这球球 这球可能会有点麻烦 因为当时看到夏里斯 刺到来 冲动相当快 接着一段时间 下半场 其实新加坡 打算落一球 如果是 加压力 会不会有机会 平反败局 他们连回的攻势 都叫做令港队 迫着 回来做防守 这个配合 在追人方面 敌台出现脱漏 幸好扎位射门 可惜射高了 后队左边的侧击 是加强了 哈沙这边挺活弱 上来的助攻 亦能够制作全中球 这边有哈沙 亦有做了代队长艾利 这球一避开了 就是对方的罗不涛 然后起到一脚 但角度太窄了 香港队也继续凭着一些 就是战场 有突破能力 速度有回来 下一个球员去做突破 高範去不到就不要紧 稍微修正回来 回到后面 罗不涛 他也是后背入梯 传过来麦基的头装 设后不错 压力士再设过来 更漂亮 王阳这球射得真正精彩 刚刚重要的是 在班纳的脚底过 这球更加直飞网仔 找到王阳第一个国际赛入球 看回整个进攻的过程 罗不涛的长寸 这个扯传当然是到位 至于麦基在对手力压之下 能够成功再把球射到中间 压力士的回传也可恰到好处 基本上王阳有准备 这球球硬正肯定是中拢 但想不到王阳中射球 这么漂亮的球给大家看 这场比赛王阳的表现 绝对可圈可点 防守做了称职 上来助攻的入式的时间也好 再看一次 压力士设得好 不需要拿第一时间 那球真的非常漂亮 这个角度会看得更清楚 成功的流程 还有最后射的脚 有多漂亮 看回这球球 压力士忍着力 硬这个球 回到王阳真的好射 下落到两球 看到新加坡 其实都希望 真的拿回彩 不是连回调动 无论是换哪个也好 看到球员进来 都相当进取 但无论如何 怎么进取也好 始终都没办法 射破叶蓉辉的十字关 这球球虽然对方有充满之意 但球证当然认为没有问题 但好在叶蓉辉 这球球就够聪明了 但为何这球球要踢出界呢 原因就是队友梁振邦 吃了个球饼 躺在这里 还没站起身 这一刻吃得挺有型 但是沙飞克的远蛇挺有型 对方后面入手的梅达菲 也来过来冲门 所以上半场 就是在新加坡 没有什么远蛇 下半场这一脚的远蛇 是属于比较近动的一次 不过接着这球球 虽然看起来不太有型 吃得不太有型 后赛的门门也要路犯 叶蓉辉飞去救一救 当然了 辉做得好 这球球也令到香港 这场比赛力保不失 阔了出去的新加坡 真的在比赛尾段 的确有些可以 入球球的机会 但叶蓉辉这球球 仍然有神勇 或者要稳定的演讯 到比赛尾段 这球比赛尾段 差一点也能够取得你命 只不过汉拿比这一颗快射 紧紧 距离的柱 也有两三个位置出界 那里面都有一定的混乱 这边梁振邦也解围不到 接着给对方有个转身 就是射球的机会 后面入太阳球员 其实这个汉拿比 都算多活弱 有多少机会 这个转身射 紧紧出界 结果香港队也连续两场比赛 能够保持不失球 而且能击败对手 或计逐客赢了柬埔寨 之后击败新加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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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 Bala